港版和韩版的三星Foot 5该怎么选 哈喽大家好我是小亮 今天来到华天美准备给两个大哥分别找一台港版和韩版的三星Foot 5 这两款机器到底有什么样的区别 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为什么价格比国行便宜这么多 今天就跟大家好好聊一聊 首先价格上咱们看一下今天的市场行情报价 韩版的三星Foot 5256G的市场价格呢是6950 大概7000左右啊分颜色 然后港版的价格呢在8500左右 大家可以自己截图保存哈 首先拿的这个是港版的黑色三星的Foot 5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发票日期是10月11号的 港版的跟国行是一样的支持双卡双代三网5G 并且呢在国内是支持保修的 如果你是双卡用户图性价比 那么强烈建议你选择港版 而接下来看一下这个韩版的 拿货架呢是7050 256G的蓝色 其实我个人呢是不太推荐选择韩版的 因为韩版的它的信号呢没有那么的好 并且呢是当卡的 但是它的优势也同样很明显呢 价格便宜 比国行便宜两三千呢那可是 然后呢是不支持面容支付以及指纹支付 港版和韩版还有一个外观上的区别 韩版这个地方呢是带个串号 而港版没有 最后总结一下喜欢三星手机的朋友 强烈不推荐你国行 价格太贵